日本感染梅将军的人数创了10年来新高 而台湾感染人数也在增加当中 主要是因为天气转凉了 我们又属于地窄人头密度高的地方 尤其主要的感染族群是落在5到20岁 出席症状太像感冒了 容易被轻呼 也被称为行走的愤炎 一旦酒壳不孕 咳嗽3到5天好不了 就要尽快就医检查 而梅将军病毒抗药性非常强 症状很严重的话 还可能必须要动用到二线抗生素 想痊愈就比较困难了 爱旅游的民众要多注意 近期日本又爆发了大规模的 梅将菌肺炎疫情 是近10年同期新高 它的大小就介于细菌跟病毒之间 那也是目前已知最小 能够自己在自然生活跟复制的一个病原菌 那大部分是以呼吸道疾病为主 台湾因为人口密集 加上临近秋冬交际 近期的看诊数量也大大提升 梅将菌出起症状和感冒类似难以察觉 如果症状维持三到五天以上 就要尽速就医 其实它不太会引发那个比较严重的肺炎 我们大概是到比例上大概是10%左右 其实意思就是说可能有八九成 都是这种一直咳嗽 长期咳嗽 那你可能不会太严重 但好像又是好不了这种情况 临床上也发现 梅将菌有抗药性的发生 如果一线抗生素吃了都失效 就要吃到任线抗生素才有效 我们检验的方式的话 目前有两种 一个是抽血 一个是做快塞的方式 反正有确定的话 我们就投那个梅将菌专用的那种抗生素 我们叫红梅素 目前医学上还没有疫苗 能够预防梅将菌 确诊过就有机会再次感染 所以戴口罩 预防飞沫传播是必要的 再次提醒民众 如果发现家中孩童咳嗽症状 维持了三到五天 就要尽快做检查 大爱新闻 古亚琴于国为台北报导